嗯,大家好,咱们这一刻咱们来学一下,嗯,我们那个告警和告警管理,嗯,前面的话呢,我们都已经,嗯,安装完,安装完,然后Permiters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嗯,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监控指标,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嗯,后面的话呢,我们都开始那个进入我们的,嗯,一个告警管,告警和告警管理,嗯,这边的话呢,就是为了那个,嗯,让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的管理人员,然后第一个时间,第一时间之内,然后去那个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在那个Permiters里面呢,嗯,我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Permiters呢,是一个划分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度量的收集和存储是以警报式分开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度量的收集,然后的话,那个,嗯,是由一个,嗯,那个Permiters,嗯,然后来进行管理的,嗯,那个,我们存储呢,然后是,也是一个另外的,我们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那个没有去讲一个存储的一个管理,没有,嗯,把它放在一个,嗯,外部的一个存储,嗯,把它放在一个,嗯,外部的一个存储, 因为我们过,嗯,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呢,是我们的一个度量的一个收集,嗯,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警报的话呢,呃,也是,那个是一个分开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组件,他们那个存储和警报,然后还有收集都是单独分开的,那么警报呢的话呢,是由那个,嗯, 嗯,而老的麦的家然后工具有进行提供的,这是一个兼职环境的一个独立部分。这个警报规则呢是,他的一个规,但是他的一个规则是在拿定义的,这是在那个Promise,嗯,嗯,然后定义里面的,嗯,那个Promise是呢,然后这里面会定义一些,我们的一个警报规则,嗯,那个,然后呢,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呢,然后会去出发事件,出发事件完之后,他才把这个实件然后去传送给那个,嗯,嗯, aloud manager aloud manager 他在这个上面才去决定 如何去处理各自的一个情报 比如说 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aloud manager 只是根据一个事件 根据Promise Sales 发布了一个事件 然后来进行处理他的情报 他的规则定义 反而是在一个上游的服务器上定义的 他只负责然后处理过来的情报 然后的话呢并决定 然后发布情报是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短信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电子邮件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微信 都有可能 所以说他的工作 然后去处理情报 然后和发放 还有进行那个情报的一个分类 所以这个是常见的 反人类模式设计 就是说我们定义情报的时候要怎样去定义 然后最常见的一个反目是 就是说发布太多警报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 然后的话 因为那个定义警报的时候呢 没有定义好 结果导致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收到邮件的时候 可能收到几百封 或者上千封的都有可能 就是那个这时候的话呢 你假如说不说那个几千封 也就是说你每天你假如说 你你你收到个那个几十封的话 或者是上百封上百封邮件 这样的话 然后你时间长 你慢慢的就会变得麻木 都会变成一种习惯 感觉 每天都是这么多那个报警 每天都这么多报警 然后的话你都可能就后面 你就不会理会他们的 所以说这样的报警的话呢 是最不可取的 第二个最参加的一个反目是 就是一个警告的一个错误分类 你假如说那个 你把一些严重级别的 你那个那个分类到 然后一些 嗯 那个分那个分类到 然后一些那个轻微的一个分类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那个导致然后你 嗯 这个很严重的事故 你没有及时发现 那或者说呢 然后你把一些轻微的一些警告 然后把它分到严重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你会那个看到 然后嗯 可能会几十封里面 邮件里面 你发现几十封邮件里面 你感觉哎呀前面几封都是一些轻微的 你可能就会 你又会错误的认为这些那个 嗯 这些这些警告 你全部都是一些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错误分类 嗯 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那个反目是设计 嗯 还有一个就是发送一些无 无的警告 嗯 比如说那个你啊 今天那个 发送了一下 然后嗯 嗯 一个是那个齿盘问那个 问了多少 或者是说内存问了多少 然后的话你像这些 对于我们来说 嗯 那个没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这些警报 然后的话 会反而会 嗯 去影响我们的一个视觉疲劳 然后的话 你那个以后的话 你嗯 再收到一个警告信息的时候 你因为感觉一些 嗯 感觉到然后嗯 那个没有那么的紧张 你也不会那个去马上 立即去处理 这都是造成然后 嗯 一个视觉疲劳 一个警觉疲劳 嗯 而这些那个 嗯 一些基本的一些那个 嗯 像那些 假如说那个内存使用 或者是持盘使用 这些那个信息的话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成一个 然后嗯 一个通知 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表单 做成一个通知 然后去每天发放一些相关的 人员 而不是不说把它分类到 然后那个警告里面去 使用警告信息的那个 来进行通知 好 那个一个良好的警示的话呢 嗯 一般情况下会有下面那个 嗯 要做到下面几种 也就是说嗯 超那个超杂的一个体型的 会导致警觉疲劳 最终的警告会会忽略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那个 嗯 并并并并并不是说 所有的信息都要发封那个 警报 或者是说你警报 然后设置的有问题 那会导致然后每天都有 那个警告 这样的话呢 嗯 最终会导致一个一个警觉的 一个疲劳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设置一个正确的一个警报 优先级 如果这个警报是有是紧急的 那么呢 你那个首先呢 应该要第一时间 把它那个路由到负载响应的那一方 也就是说 你假如说我们的服务器那个出现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呃 一个故障 你这时候肯定会那个先把那个路由信息 那个发布到 然后嗯 负责然后服务器管理的一方 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做出响应 而不是说 你把这个信息然后发给另外一个人 让他那个再去联系嗯 负责响应的一方 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嗯 时间的一个间隔 嗯 造成然后处理整个那个嗯 故障的一个延时 但是要是故障那个不是紧急的 如果是紧急的话呢 嗯 我们就那个就可以适当的呃 速度去发送他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那么紧急 因为那个各个警报之间去发送的话呢 你没有优先几个话 可能他都会之间是相互排队的 也就是说这个发完之后 才会那个发送另外一个 是这样的一种一种情况 还有那个警报呢 我们应该说 呃 并不是说肯定那个发送两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进行尽量的话呢 啊 那个警告讯息里面呢 就包含一些嗯 我们那个呃 我们故障的一些描述 呃 那个那个让响应的一方呢 呃 能够快速的根据这些字呢 然后能判断出 我们那个大概有什么样的情况 使他们立即呢 能做出一个响应 好 那个关系警告信息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 嗯 一个Alert Manager的一个介绍 嗯 Alert Manager呢 也就是说 呃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Permicius 然后的话会在这上面 就定一个呃 告警规则 然后把所有的告警规则 都是在Permicius 然后定义 它定义 它定义的话 它在这边 假如说那个有出现一些告警的信息的话 我会把这个告警事件 然后去推送给 嗯 Alert Manager Alert Manager 然后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 它会进行处理分类 然后进行路由 那个那个呃 路由的 然后相应的人员 人员那一方 然后的话 然后使用 定义的不同的一个方式 然后或者你定义的邮件 就使用邮件的发放过去 嗯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们问的多的话 可能就是邮件 但是的话 嗯 邮件的话可能现在的话 嗯 用的是比较多 但是的话 它们没有一些其他方式比较更直接一点 比如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说 现在很多公司 用的钉钉 那个反正那个 那个更直接一点 好 那个关于那个 呃 介绍的话呢 我们就总体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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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